就在選前一個月 柯文哲呢 捲入了大陸器官買賣的指控遺云 好 我現在想請教威力 你是這個某大醫院的護理師 所以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是 我在這個圍面有個資料 這個是在器官捐贈移植登陸中心 在103年所公佈的 臺灣的這個在等待移植的 這個器官的人數 這大概是有8426個人這麼多 都還在等 所以這個黑市絕對是會存在 但是 你在醫院有看到 在醫院當然是沒有看到 因為 臺灣這個 你說在醫院有看到 這不可能 因為臺灣的這個 對 這個我看到的話 我可能現在就不做到 坐在這邊 我就補抽一下 你看到也不能坐在吧 他本身 當時接受這個訪台的時候 他沒有錄音 他是說現場有錄音 然後他說請作者回去查錄音的內容 再來就知道說當時他是怎麼說的 所以柯文哲本身沒有錄音 剛剛一直說柯文哲有錄音 他本身沒有錄音 他說現場有錄音 請作者回去查那個錄音的內容 所以現在就是要求作者必須提出說 到底當時錄音的內容是什麼 或者是說當時到底有沒有請柯文哲 簽名確認那個書的內容 這個才是重要的 否則現在都是一個羅生門 那柯文哲已經出來否認 而且要求作者更正了 現在就是等這個作者 他提出說證據出來說 他寫的內容 確實當時的訪台 這其實真正一點就是在說 柯文哲這件事情到底有沒有錄音 錄音與否 還有那個簽名文件 我們也希望這個作者 趕快提出柯文哲簽名文件 再來就是你知道我講的 再來就是這本書裡面提到說 柯文哲去中國大陸 跟中國大陸的官方接洽 這其實是有脈絡可循的 柯文哲曾經去中國大陸 推銷過葉克摩這件事情 所以他一定程度的 跟中國大陸的官方有聯繫 那這個程度的 我們必須要去質疑柯文哲的事 他的人品問題以及操守問題 在這件事情是不是有違憶 因為這是人以器官買賣的問題 既然這個世界到目前為止 這個世界陷入羅生門 那我們就來問鬼神好了 請問這個姜柏樂老師 就是從命理的角度 這個事情會撼動到柯P的選情嗎 對 其實大家跟我一樣 我也很擔心 但是我跟各位報告 這個事情 不需要事情 不需要事情 但是還沒聽完 柯P這件事情 對他不會產生影響 但是呢 今年是馬年 我看一下 馬年 柯文哲上個字 柯字上面一個口字 馬年 開雙口呈罵字 選前十天會有一件事情 讓柯P 可能撕掉這個政權 撞不住就對了 他就沒有辦法 讓柯P戴口罩 這是一個因素 再來是投票率 如果投票率超過往年 連勝可能是當選 但是如果投票率比往年差 投票率我們也知道 也不算 投票率 我講的投票率是 正常的投票率 所以老師的意思說 柯文哲現在是勝選 除非發生了什麼 柯P 什麼 什麼